我叫Brian Linden,來自美國芝加哥 我和中國有三十多年的情緣 這裡的歷史、文化、山水都非常吸引我 1984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 之後我又去了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工作、旅行 但中國一直在瓦斯州 2004年我帶著棋子和孩子回到中國 在這裡定居 西州古鎮是一座千年百祖古鎮 這裡保存著很多庫建築 鎮上有一座文化遺產建築 楊平山寨 我們花了兩年把它修復 打造成了一個文化交流中心和酒店 也就是今天的喜利園 後來我又修建了其他的喜利園 已經揭曉了二十多萬中二客人 雲南的特色民族文化和自然風光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喜利園 也帶動了整個古鎮的發展 從施工到移椅 喜利園有百分之九十的員工 都是MD人 我們還給村民提供了一些建議 包括建設小旅館和銷售工藝品等等 周圍的村民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收入 我在大理生活了近二十年 幾乎走遍了每個村子 見證了它的廢速變化 中國政府輕易且努力鎖小成像的差距 不斷地加大在交通通訊 醫療教育等民生項目上的資金投入 讓老百姓過得更好 如今高鐵的開通讓處心更方便 新建的公路和深山中的村子連接起來 這些年的經歷讓我對這個國家有更深入的認識 中國發展的快速上不會落下任何的一個人 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的期待 我常常說中國就是我的家 是我靈魂的歸宿 這些年我看到了中國的巨大變化 去年我的新書出版 這是我寫給中國的一封新書 我要把我眼中的中國分享給世界 講述真實的中國的故事 讓更多人了解中國 藝術